走進泰雅原鄉 探索住在大自然的段木香菇 濃郁獨特的香氣 建立了好口碑 也佔立了品牌的價值 必要豪的風味餐 以及即將失傳的泰雅鞋 都是讓人愛不釋手 5月15號星期三晚上7點 在第四頻道 宜蘭543行刮進行商的節目 將要帶你來到南澳鄉 進行一場執行之旅 南澳段木香菇 從全台第一產量落後到第三產量 高雄偉他看見奇老們年事宜高 要如何把北漂的年輕人返向工作 同時他也看見香菇農 需要並肩作戰而非是單打獨鬥 所以成立了段木香菇產消班 包存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古物法 也建立南澳段木香菇的油脂品牌 菇農是打油脊戰 各自為政 整個價格也不好 那是因為缺乏一個商業組織的模式來經營 那我希望透過一個組織來整合整個鍋農 對販售香菇的一個經濟上的效應 那也順利在109年成立了產銷班 那也在去年112年成立了合作社 那合作社的根底的都是我們產銷班的班員 是希望透過這種模式來推廣我們整個南澳香的香菇 進而在台灣回到我們產量第一的一個角色 角色上 對真的是需要有一個有領導能力的人來做整合 把這些菇農的辛苦做到最高的價值 然後主要是永續啦 對 主要是讓這塊土地 然後這一個端木香菇的產業能夠永續的來經營 沒錯 更重要的是讓孩子都回來 沒錯沒錯沒錯 希望透過這個產業 讓北漂的一些泰雅族青年 回來投入我們傳統的產業 對 因為有了收入 因為年輕人才會回來 沒錯 泰雅文化當中泰雅織布是一絕 除了服飾之外 泰雅鞋也非常的有特色 即將失傳的泰雅鞋 老師傅陳衛國 將這項字寫的技術完整的保存下來 但他擔心沒有人可以傳承 你13歲就開始做鞋子 現在72歲 60年的 這樣做一雙鞋子要花多久時間 如果是像一片是這個 大概開板到成型 大概半天 一雙鞋子就要半天喔 對對 重開板 那像這個啊 這不就很費工嗎 這個很費工 這個更費工 這個要一天 一天以上的時間 對對對 聽到高單家人家都掉頭回去了 因為這個是屬於圖騰 屬於手工 完全是手工的 對啊 像這個圖騰又是手工的 這個手工 然後做鞋子又是手工 對 所以他吃這個也是要兩天 新鮮的段木香菇 有著松茸的氣味 鮑魚的口感 而鋼香菇 則是遵循古法培育出來 特殊的香氣 由別於太空包培育出來香菇 5月15號星期三晚上的7點 宜蘭五十山千花靜琴桑 將帶大家來到南澳鄉 讓你更加了解南澳的太陽風情 依然新聞記載有下午才會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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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